好 我從那個 這個賢慰這邊開始 你們心目中的從政的導師是誰 你心目中的從政導師是誰 誰喜歡的老師 我要跟他有樣學 不會那麼恐怖 其實賢慰會向往政治圈的工作 確實是真的有一位政治人物 是盧修一先生 我們的白盧師 因為他是賢慰在國中時期 第一個 第一位親眼見到的 這個所謂的政治人物 因為他說我住在盧州 我沒記錯的話 我住在盧州 看過他搭著吉普車 敗票的這個身影 他說第一個有印象的政治人物 就是盧修一 那因為我在讀大學的時候 剛好是因為他生病 沒有辦法選這個 當時的台北縣縣長 那有個好像是 可能是台灣的民族史上 第一次的今天一櫃 然後幫了我們蘇貞昌前縣長 這個送進去台北縣政府嘛 那所以我覺得 可能在那個時代 他們從政是非常有高的理想性的 所以我其實也想要呼應一下 剛剛文家哥提到的 到底世俗化是指什麼 會不會是指跟理想化的一個 相對比的一個民視 有可能喔 對 那我就想要舉一個例子 我記得在我們剛推這個 同婚法案的時候 我們黨內有非常多年輕世代 他們非常堅持一定要去修民法 他們說民法就是最根本的那法 你不修民法 你用個什麼其他法 就是在歧視同志婚姻 那我記得他這個 非常有理想性的講法 那其實後果我們已經看到了 因為當然那個公投很有問題 但是公投至少顯示出來了 大家不想要去修改民法 這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立了一個專法 那我們會說 因為立了專法 不去修民法辨識署了嗎 恐怕不會是這麼絕的 我是覺得說 執政上在推動公共政治上 本來就必須再跟人民 做更深一步的結合 那民眾的價值觀 他們的價值感 是非常 這個今年累月累積起來的 我想任何一個政治人物 不應該太獨斷的認為說 我一夕之間叫你改變你的想法 我們叫時間去跟你做互動 做溝通 那所以我的導師是這個 是盧修先生 讓我帶領 讓我往這一行來前進 當然我在地方上服務十多年 我的老闆是我們吳思堯委員 那他也是從這個市議員開始 然後一路的這個歷練 然後到現在的立法委員 那從他身上 我當然也學到非常多 所謂的政治實務上 要去注意的 包括在地方上的經營 跟組織團體的互動 那對你一些議題 你自己的觀點跟想法 怎麼樣去訓練跟培養 我也學習到很多 是OK 好 非常謝謝你的分享 那嚴峰呢 誰是你的政治老師 是 就是其實我是屏東人 屏東人 OK 我印象中其實當時我在念高中的時候 是陳水扁總統 他當時要選第一任的總統的時候 那後來呢 因為我到台北來嘛 就是念大學 後來是謝長廷 是 就是大使 他後來去高雄 擔任我們的高雄市長 那我回到家鄉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 其實因為選擇了不一樣的人選 然後呢如果他願意為地方有一些貢獻的話 有一些作為 其實確實是可以 對我們的家鄉 對我們的城市 有很多很多的改變 OK 那也確實當時謝長廷大使在高雄 其實他用了大概五到六年的時間 其實他就把高雄 包含愛河的整治 包含整個城市的規劃 其實都規劃得很好 因為我記得我們小時候 其實經過高雄愛河啊 就是跟人家都說 你如果要跳的話就跳愛河 但是你不會死掉 你只會被臭死而已 不是淹死是臭死 對 OK 對 那後來我因為這樣子 後來我念大學了之後 大學畢業 我就一直覺得說 我的個性其實也 對於公共事務的嚮往 其實就是一直在我心裡面 一直很想要做一些事情 對 然後後來就也在2007年 就進入了這個總統選舉的辦公室 來做歷練這樣子 對 那我就是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在從政其實 以前那個謝大使其實他 因為他也是從就是 民進黨炒創的時候 然後一直到後來的這些經營 他都跟我們分享說 如果要從政就是 你要有理念 然後再來談 其他的意願的問題 那再來就是說 要有很強烈的好奇心 就是說你對任何的事物 包含選民交辦給你的事情 好奇心 對好奇心 然後還有同理心 對你不能就是說 人家交辦給你的事情 然後你就把它當作 這個是沒有的 然後就蓋在旁邊 什麼事情都不處理 要當一回事 對那有好奇心 你會對於新的事物 我們看起來小事 對他來講是大事 沒錯 然後對很多新的事物 你才會願意的去學習 包含現在就像以前在經營 你可能只需要去經營地方的組織 包含議題的掌握 但是因為現在的社群軟體的這個崛起 所以現在的經營 你就算要去目瞭 你也要去學習很多新的事情 所以就是說同理心 好奇心 我覺得這個對我們在從政的理念上 那最重要的就是說 要擁有一個正直 然後誠實 溫暖的一個態度 我覺得會把人 就是傾聽人民的聲音 然後會把他們的事情 當作我們自己的事情再處理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我相信不管到哪一個地方 哪一個位置上 其實都會有很好的表現 那人民 你也會取得人民對你的信任 OK 好 非常好 這個謝大使給這個 嚴峰很多的啟示 OK 佩克 你的從政導師是誰 我小時候開始 就是對政治開始覺得 這是一件事情 開始關心 其實是第一次台北市長的選舉的時候 小學二年級吧 就是陳水扁在選 1992年 對 八扁第一次選市長 1994 94 94 98 然後第二次98 那個時候台北新故鄉等等 然後我才開始 但是我才小學 小學二年級 所以我才開始知道 有政治的 所以我第一個接觸 第一個認識到的 政政物是陳水扁 是那種很魅力型的 就登高一呼 好不好啊 對不對 這一種 那可是後來隨著 當然他第二次選台北市長 我也是非常非常關注 那時候我還是小學 小六吧 然後就是他選出 我也是很傷心 但是後來隨著他選上總統 然後起來了 然後又下去了 我開始比較理解到說 其實台灣的政治 不見得是要靠一個單一的個人 就是不要寄期望於單一的個人 反而是這整個的體制要做好 所以你真問我說 有沒有一個政治導師 或者是政治偶像 我倒是 因為之前有人問過這個問題 然後我那個時候想了很久 我說好像沒有 就是反而是 沒有偶像就對了 沒有導師 OK 反而是希望這整個體制 整個民族的體制能好 信任是一個體制 對 這也是一個很好 因為人 畢竟不是一個很恆常性的一種 一種動物 OK 所以我們相信體制 這也不是壞事 OK 這個孟華 你有沒有政治導師 其實我自己在 我碩士論文 我是青大社會所 我碩士論文其實是寫 就是台灣民主化 與沒有歷史的人 我研究的其實就是台灣民主化的過程 所以其實在我其實 小時候生長的過程之中 因為我是那種爸爸媽媽 會帶著我到各個的造勢場合 造勢晚會 家學淵源 就是到了各個地方 就是高雄啊 就這樣子去跑全台灣的那種 那小時候我覺得 感受到是90年代 台灣開始可以關心政治的這種狂熱 社會力要解放的時候 我覺得是一個社會非常 就是非常的 這種熱度 我覺得現在已經真的難以想像 現在造勢晚會幾乎 已經完全沒有那個時候的感覺 因為那是一個台灣人 被壓抑的非常久 可能從日本時代到國民黨時代 一直無法當家作主的期待 終於在90年代開始可以做到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 民主前輩就是 我們民主黨創造的一些民主前輩 像是黃信介等等 他們一直是就是 我在從政的時候了解 開始了解台灣的過去發生的事情的歷史上面 給我一個非常大的啟發的人 我覺得他們在那個時代 就是在威權的那個時候 能夠這麼勇敢的去做一件事 不只是這一些 可能我們知道民主的民主前輩 甚至是那些 很比較草根型的人物 他們其實當初都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他們甚至為了要去追求台灣的民主 到連自己的工作都不穩定 然後可能也失去了家人 因為他們家人很會覺得說 這是一個非常不穩定的關係 因為你的經濟基礎都不穩定 可是他們卻願意放下這一切去為了台灣的民主打拼 那其實到後來的過程中 其實我最有印象的一次的選舉 反而是那時候的省長選舉 那時候陳定南對宋淑儀的選舉 那時候我開始對陳定南這個名字有印象 但是我還並沒有非常確切的知道說 他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政治人物 都會是提到的名字 所以我覺得說這幾個就是民進黨的前輩們 都給我們非常多的啟發 那當然我也覺得說 政治是要靠大家一起去努力的 那當然這些前輩是給我們啟發 但我們還是會希望說 可以去走出自己更多的 對這個世代該做的事情 OK好 這個行為 一旦你作為民意代表之後 你優先要做的是什麼事情 我覺得最重要的絕對是 要非常如此的反應民意 反應民意 那我想以民進黨而言的話 我們在地方有四黨部 那我們也有黨代表 那我們有中職會 那其實黨內有非常多的這個管道跟系統 可以把你所在乎的資訊反應上去 那我覺得一個好的民意代表 第一個要把民眾的擔憂跟他們的建議 反應之後要確保說他們有得到完善的處理 那如果說你已經登高一呼幾呼之後 去從體制內去影響之後 確保我們的這個服務的政黨 他所提出來的相關的這個決策或法案 是可以處理人民的期待跟要求的說 那我們一定是全力的支持 那所以假設我是一個好的民代的話 我覺得反應民意是優先 那第二就是要結合所有可以協力 來完成治理的資源要整合在一起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現在的政府 已經不是那種以前那種威權政府了 他沒有辦法只憑公務人員少少的多少人 或少少的一些公部門的資源 就可以完成很多的建設或者是很多的服務 這是非常的困難的 但是民間有太多的資源了 他有很多的社團很多的企業公司 那如何把所有的量整合在一起 來達成說公部門應該做的事情 讓他考上加好 這是非常關鍵重要的任務 所以第一個優先要充分的反應民意 要整合政府的資源 能夠回饋老百姓的期待 OK 那嚴峰呢 一旦台灣民意代表 你立刻要做的 你心裡面放在最心頭最重要的地方 然後再說什麼東西 是 那因為我本身 我不是一個就是家族 就是在從事政治的生兒代等等 就是出生一般家庭 所以其實一般民眾 譬如說財米油鹽降出茶 他們所日常生活中的事情 都是我們要去努力的方向 那因為其實我也本身是 就是兩個小朋友的媽媽 那其實一般上班族年輕人 他們所會關心的議題 其實我也特別的關注 包括在台北市的話 因為過去我在台北市議會 所關注的議題 包含所謂的居住爭議 那因為台北市有太多太多的 這些老舊的住宅 他們需要來做更新 怎麼跟政府之間的合作 然後讓人民的居住可以更安全 再來就是食安的安全的部分 因為像我過去的 在台北市議會這樣的歷練 當時台北市有牽水管的問題 那所以呢經過努力了之後 我們台北市的牽水管的汰換 其實目前都已經接近100%了 那我覺得這些不管食安 或者住宅 或者是就業 或者是人權平等的這個部分 都是未來要去努力的方向 是 OK 好 這個配分社要選例 我先跳過去 因為當選議員 那你要做什麼事情 其實我之前在 不管是黨中央 或是在可能國安會的一些經驗 其實我覺得 跟到目前市黨部的經驗 是差別還蠻大的 那有時候你真的會感覺到說 其實中央的政策 跟人民關係的事物 或人民了解程度上面 好像有時候會有一定的落差 你必須要去解釋給大家聽 大家才能夠比較去了解 那其實有時候 就像這樣子的 這樣的橋梁 我覺得是必須要去建立的 這也是所謂的明代非常重要的一個工作 因為我覺得 其實基層所謂的基層 或是大眾 才是所謂的一切的基礎 那其實這些的意見 大家的想法 能不能有充分的反應的管道 然後甚至是 能不能夠真的影響去到中央的決策 然後中央的政府的任何的 法令的改變 或是一些相關的訊息 能不能夠跟 我覺得像防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因為防疫它這種一貫性的 每天到我們知道下午兩點的記者會 我們就可以得到完全充分的消息 那其他消息都可以不用去聽 就算是昨天有兩例的分土 我們也可以不用去那麼的擔心一樣 那我覺得如果所有的政策 都能夠有這樣子的管道 而不是就是我們好像都會搞不清楚 到哪一個是真的比較正確的訊息 我覺得這是一個就是 明代表在裡面可以做到 而且還有相關的那個 各個我覺得 像我自己目前做一些選服 我有時候會有一種感覺就是 有時候有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其實你要辦好會有一點的困難 因為其實都夾在各個的地方 所以可能這個是由哪一個部門負責 這個是由哪個部門負責的 雖然可能現在台北市政府 有什麼統一的大平台 可是就算有這個大平台 但還是有一些很小的地方 你必須就是要真的去問承辦人 你才會知道的事情 那其實一般的民眾 你平常都忙於上班 或是你在開店做生意的 你其實很多時候 你是很難會有閒暇的時間 去處理這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呢 如何讓整個的流程 能夠更順利 然後更加整合各個部門 讓大家的生活跟政府 更加的密切的 這種建立跟密切 然後相關的資訊管道 都能夠更加暢通 我覺得也是一個民意代表 必須要去努力做到的 好 OK 你們都即將投入選舉 我知道選舉 我等會害人給我去選舉 那我不會害你們 希望真的你們好好選 而且要給其他的黨好好看 我希望你們年輕世代 可以從事一場優質的競爭 然後讓市民朋友們 讓台灣的選民朋友們 能夠充分享受 叫做競爭的紅利 因為好的跟好的拼 那最後獲利最多 就是投下那張票的老百姓 OK有個題目 你用手板快速作答 即將投入選舉 生涯要面臨重大的轉折 請問你要向過去的自己說什麼 我看有一個很有趣的 這個大陸的一個網路平台 他們做的一個說自過去的自己 他說謝謝你用千百次的Ctrl S的經驗 換來現在的讓人經驗 Ctrl S就是另存新檔 把過去存到另一個新檔 轉現的是新的一個自己 像這個很好 不錯 他說自過去的自己 Be great Be you 困難雖然很強 但是我們要學會以柔克剛 現在的我要向過去的我說什麼 現在我要向過去講說 你的努力我來接力加油 來佩芬你要跟你過去的謝佩芬說什麼 驚喜 我覺得因為前幾天剛好是1月11號 就是我落選一週年 所以我其實最近在想說 如果說差不多一年多前 你問我說我會出來選立委 我真的會覺得你瘋了 然後現在就是會覺得說 其實這裡是一條 我覺得是一條我可以走的路 是不後悔繼續走 對不後悔 那因為其實我覺得沒有事情是不可能的 所以大家都會說 那是mission impossible 就是不可能的任務 尤其像我在大安區選立委 大家覺得那個咖啡笑 就是跑回 但是我覺得 impossible 其實你就可以把它想成 I am possible 是一模一樣的英文字 現在你要向過去講說 impossible 但是你把它斷點說 I am possible 所以就充滿無限的可能 來吃一個夢華 現在的夢華 要向過去的夢華說什麼 我想說謝謝就是辛苦的加油 因為我自己其實從大學的時候 開始參與公共事務 然後可能也經歷了太陽花學運 然後開始走到了體制內 不管是在黨中央或是在國安會 我覺得一路走來 就是經營了非常多的磨練 不管是從在黨中央 可能是一些玄霧相關的磨練 然後到了可能國安會的國安一體磨練 到現在市政一體磨練 我覺得每一次磨練 都是在更加的告訴自己說 你不要忘記以前的那個初衷 對於公共事務的一切的關心 我希望說對希望自己必須要繼續努力 現在你要想說辛苦了 但是未來還要持續加油 好賢慧跟現在賢慧跟過去賢慧說什麼 自己的人生自己負責 那因為賢慧其實在政治工作服務十幾年 那兩年前首次的參選 是以這個士林北投區的弱選頭作收 那當然有非常多的朋友會鼓勵安慰我們說 有太多太多的問題 太多太多的這個環境造就 你的這個結果 但是我是真心覺得 無論結果是什麼 你自己做的每一步造就了這個結果 你必須要自己負責 那你一定要繼續加油 是 有一句話可答可不答 你有沒有想代表吳士堯委員 跟羅志強同學講一句話 他現在不是在騎腳踏車 那這沒問題 我希望他可以好好的做好市議員的工作 不要顧負人民的期待 OK好 來這個嚴峰來 現在嚴峰向過去嚴峰說什麼 其實這一句話 不管是對過去或對現在 對未來其實都是一樣的 就是保持初心 是 因為其實我決定要投入選戰 也是大概是這半年來的事情 這也是人生的一個很大的轉折 那以過去在公共事務上面的歷練 就是還有訓練 然後希望未來可以對於我們士林北投的選民 然後我們臺北市的市民 能夠爭取更多的福利 爭取更多的利益來說 就是我當初投入公共事務服務最大的初心 那我也是這樣子一直激勵我自己 是 好 非常謝謝四位 真的跟我同輩的這些朋友們 或是小一點年紀 像梁文傑同學等等 你們的問答風格真的不一樣 真的祝福你們 OK好 那天國民黨是個臭男生來 我用這張手板 這是一個服裝廣告 說時尚不僅是一場革命 我不認為年輕人參政只是一場時尚 一個煙火燦爛的革命 也是一場美的療癒 真的希望透過你們把政治來場療癒 也不要辜負了你們的青春 千萬別等了沒有好身材 才美得起漂亮的衣服 青春好好的燃燒一下 人生沒有白走路 每一步都算數 你們現在每一步都算數 這樣這張手板我常用 總有一天我們會成為自己 一直反對的那個人 這句話在憤青的時代不屑一顧 而今終於實現 不要後悔你們當初歸我們的承諾 謝謝大家我們明天再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